現在立法院目前是一個 進入到非常正通 非常過度的一個階段 就是台灣整個社會 面臨最慘烈的一個正通期 就是這個 所以如果要談到立法院的改變 跟法律上的解決 我是覺得說 對我現在的整個觀察 我覺得整個立法院 就好像一個社會的縮影 那個法律決定公平 決定有一個合理的設計 來自觀念 觀念決定制度的表現 觀念決定法律形式的處理 觀念決定那個分配的合理性 所以這是我很深很深 在立法院一個觀察到的感想 所以我在這裡要呼籲 我們的主人要相信自己 不要迷信立法委員 你要開始努力 什麼樣的權利是我們原住民要的 我們要去教育立法委員 不是等著立法委員來教育你 哇 你講得好棒喔 確實你講得真的是重點 我們部落很多的人啊 每次我去部落拍片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等著立法委員 來給我們希望 可是這樣就是錯的喔 應該反而要反過來 我們要去告訴我們這些立委員 該怎麼樣來幫我們整理權利 因為我們過去經歷了一個五十年 整個台灣人民的腦袋 是被國家運動的 所以我們變成腦性麻痺 人力都把自己綁起來 其實這是不對 現在要很清楚的認識一個就是說 你的權利是你創造的 對 所以我們的百姓要學會 用自己的力量 來教育我們的代表 民意代表 那當然我們現在最痛惡的是 一個選舉文化的遏制 遏制性的這些買票 對 我常常告訴我們的主人說 其實你投票那一天 你拿了錢 你的權利也賣了 因為他用 那是一定 那是你交易買過來 所以他不服務你 你不可以生氣 因為他已經把你的那一張票 買了 你也出賣了你的權益 那當然這個政治上的一些發展 我覺得原住民 有很長很長的時間 沒有能力去思考說 什麼樣的政治權利 是立法委員 什麼樣的政治權利是人民的 這個兩個概念 要學會把它弄清楚 因為立法委員不會主動 教你聰明 是你要有責任 把自己弄聰明 那些權利是你要逼 立法委員來去買單的 因為你那一張票 是透過你行使的公民權利 那是你的權利 那是你的權利給他的 而不是倒過來的 我們有很多時候 誤以為這個政治人物 是你的阿爸父 這個不是這樣 真正的民主國家 所有的權利來源是來自人民 這個不應該一直迷失在 民意代表的身上 這是我第一個要 透過這個節目 要很 這個 藝生意識 對 其實不過也許 你講的真的是對的 我覺得 這種的理念 本來就應該讓我們所有的 同胞好朋友去知道 這個我覺得很